在沙特阿拉伯如果你开车出去的话 在不下车的情况下 你可以买咖啡、冰淇淋、茶、饮料 去便利店、干洗店 还有快餐、食品 去ADM取钱 中东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消费模式 当地没有公共交通 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开车出行 加上气候比较炎热 人口也很少 所以开车出行的话 行车是非常方便的 沙特这边的咖啡店特别多 我感觉比餐厅还要多 像这种打包的咖啡两杯拿铁的话 价格是在26块钱 26沙特 人民币差不多50块钱吧 像这种咖啡站远路还有很多 我感觉比较炎热 可以吃趣趣趣얼 这种咖啡店词 形成绑 第一天 鲜板 开车在北厉